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股票市场千奇百怪 见怪不怪 我是古怪教授谢晨晏 欢迎大家来到台股怪谈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 一定要准时锁定 因为我们邀请全台湾最知名 最专业的分析师 来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 投资的秘诀 节目一开始先邀请大家 加我的LINE 小老鼠GP520 因为每天早上 我跟你讲我真的超认真的 我大概到6点就起来了 我太太都以为 我要跑去哪里 有时候我会弄错 裤子拉了就往阳台跑 记得加我的LINE 小老鼠GP520 我会在早上汇整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讯息 在台股盘前提醒大家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还有接下来台股的脉动 如何受到国际金融局势的影响 那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啊 我在出新书的时候啊 也特别请他大力帮忙啊 我们的陈坤仁分析师 教授好大家好 那周一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 对不对 因为你一个礼拜一开始你的出发点错了 那个礼拜就虚勒勒啊 对不对 那这个坤仁老师每周一来的时候 他会帮我们这个礼拜做一个重要的一个整理 是 当然我们先从美股来看 因为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要先看美股 一定要的啊 肯然啊 你是咧 台股就跟着美股走啊 对啊 第一个联动性高 你像费城霸而底我做过联动性的一个调查 高达九成以上 然后S&P 更重要的NASDAQ 对不对 这几个 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的金主 就是我们这些上市柜公司 订单的来源 其实也都是美股啊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整体美股的表现还算不错 整个就州的涨幅来看 其实都在持续的走高 我最近看到 那个华尔街啊 上调那个S&P500 今年年底的目标价 5800 没错 我想说天哪 他们没有往下降 又继续往上调 这个还蛮惊人 会不会之后就调到6000 我们持续观察 当然上个礼拜 大家对于整个 就是因为上个礼拜算是 超级央行州 各国的央行都在宣布 他要升息降息等等 当然日本 他的利率负利率政策做了一个调整 就结束了 是的 其实瑞士亚航开出第一枪 降息了 所以我们也认为 美国联准会 虽然到目前为止 Bauer嘴巴很硬 他应该全身最硬就嘴巴 他还是说先不降息 可是有趣的事情 我也问坤德老师你怎么观察 因为6月降息的几率 在联准会议之后 竟然拉高到7层 真的真的 怎么会在会议当下是降的 对不对 因为中间不是一直讲说 不降息什么就降了 6月降息的几率降 可是会议后 却深了 是不是跟瑞士开出第一枪有很大的关系 好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关系 因为其实如果就今年的节奏来说的话 原本大家在估说 要么3月要么5月 结果后来Bauer都是嘴巴很硬 之前怎么样都不愿意松口 结果没想到怎么会在这一次的 FED利率会议FMC会议的时候 却有一个改口的现象 那我这样讲好了 我请大家留意一个现象 就是其实今年的年底 美国要总统大选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 我跟你讲有趣 大家原本不是觉得川普会选上吗 可是最近川普概念股都跌 对不对 宽恩老师继续 好 那现在就变成一个 比较偏白热化的情境了嘛 那怎么样你那个当时的雷梦多 商务部长你还是要讲说 如果你亏打敢要出晶片的话 我就第一个敬你 可是这不可能 所以他怎么样都是嘴硬 然后像这一次的话 Bauer也讲类似一样的情境说 我现在开始 我们预期在那个大概在年中的时候 然后就是启动降息循环 然后呢大家估计说 啊 好啦 那你这件事情的话是6月 你就要降了 所以我认为其实 如果你看一下经济数据 Bauer他讲说 我们降息是为了要避免经济的衰退 对 可是经济的数据很好 很好啊 非常的好 他们联准会不是在调高 今年的经济上率吗 是啊 然后S&P 500 我看到央行那个就是全球 华尔街这边也往上去都调高了嘛 所以经济这么好 你要降息这个听起来怪怪的 对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我就联想到了 啊 你会不会是要为了要救你老板 为了要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从现在开始 你可能会看到 美国这边的官方也好 FED也好 像是一些政策也好 他会走向一个比较属于 刺激市场上面的一些利多的情境 所以降息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可能也有点点为了救选局 其实如果我是鲍尔的话 我比较受得了拜登 比较受不了川普 可是应该是说 对 因为他毕竟那个拜登还是老老板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真的川普上来 他那种反反复复 那谁受得了 对那很难处理 所以救老板 这个是昆仑老师的想法 我觉得是这样的情境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上礼拜 超级央行周 我们自己的央行理监视会议是 调高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利率 对 升了这个半码 那跟国际有点不同调 那除了日本以外 对 其实是有点不同调 那大家也担心影响这个礼拜的 其实从上礼拜五股市 虽然有一些震荡 但今天整体股市的表现是相当不错 是 那所以 是不是说 到底这个升息 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变化 对股市产生一些压力 那另外也有人在说 其实洋金龙洋总裁是说 不用想太多 应该就是这么这一次 但也有人在警告 万一通膨又持续升温的话 6月会不会升第二次 那到时候对股市就 是不是会有压力呢 好 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话 我会比较 偏向于中信或偏乐观一点来看待 因为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们自己的 就是中央银行 这边洋金龙洋总裁 他讲到的方向的话 其实讲得很明确 他说其实这一次只是类似像是预防性 或者说预期的心理的 因为他不要让 因为4月份 那个店价就要调涨了嘛 哇 所以 现在平均好像说11% 平均啦 号称叫做两颗茶叶蛋 但是我觉得 这怎么样还是会大家对预期的 你说对电费的影响 就两颗茶叶蛋 对啊 一颗现在20块 两颗40 对 所以茶叶蛋也要涨价了嘛 对对对 现在茶叶蛋是20 如果所涨的话就更贵了 对 所涨茶叶蛋更贵 所以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一般 Saven的茶叶蛋还是所涨的茶叶蛋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面对 店价的调涨 对 那如果回归到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今天杨金龙洋总裁 他为了要 迷平或者让这个预期的心理 能够去做一个消退 或者是做一个压抑的话 他这个动作我认为是蛮合理的 因为他只有调了半码而已 对 那半码的话 其实对于目前市场上面就是 资金面来说 或者像台股的现在目前的动能来说的话 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当然撇开 就是他万一下一次又有这样的动作的话 但如果以现在目前的现阶段来说 我觉得没有影响 那如果以现在目前看到的状况的话 我觉得今年的台股到目前为止 还是依然有投资价值 非常有投资价值 那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你看到像之前不是台积电飙吗 然后后来发哥飙吗 然后最近这几天的话 也看到像是鸿海突然也变大牛 这样涨起来了 对 而且涨过之后的话 其实他们的本益比 我觉得还是偏低啊 对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情境来说的话 其实今年的台股在领头羊轮动之后 然后把效应扩散之后的话 我觉得后半段我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些 最近的操作观念 当然因为我觉得接下来 这最后一个礼拜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接下来就进入4月 那尤其是4月1号的重头戏 愚人节 对不对 那天如果来录影的来宾 我就说今天没有录影 然后他走了 愚人节 我看一下是谁 你怎么会知道是谁 来宾我都还没约 你在想是不是你对不对 我当天我会再宣布 我要这个预警 对 你要这个预警 为什么没有敲我通告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对不对 好 那这里面有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 其实就是00940 那上个礼拜 昆仁老师来一直在教我们到底是吃豆腐还是割韭菜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我们剩下 我们这段一点点时间 我们请昆仁老师很快的帮我们总结一下 因为有三档股票 我觉得最近遇到一些状况 第一个是长龙 这个又上去又下来 又上去又下来 然后呢 因为他是第一大成分股 对 可是最近说 这个还货柜的价格可能会调升 到底怎么样 然后马斯基又说供过于求 第二个联电 晶元代工说要降价了 对 对不对 成熟制成要降价 到底是真的有利还不利 第三个 我觉得联发科 这几个大家都很关注 因为如果降价对联发科就有利 对 那短评一下没关系 如果时间来不及 我们第二段再请昆老师补充 我们先请昆老师帮我们 这三档很快的点评一下 好 长龙的部分的话 它确实是940的最大成分股 它几乎也都是好多好多档的ETF的 就是高股息成分股的系列 那如果以它的基本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次的运价的调长 可能是比较偏季节性 或者是说一次性而已 但是如果以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会比较偏向于保守看待 整个货柜的景气 因为真的看起来没有这么样的好 那如果是在联电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联电的问题 也是真的是遇到成熟制成 他们的降价或者是 消价竞争的问题 降价对它应该是不利 是不利的 对 所以如果以整个成熟制成的晶元厂来说的话 我会比较保守看待 那因为最近的联电 它也是高股息成分股 所以它会有一些逢低的买盘 这也是叫做逢低就好 但是不要去做追高 或者是说逢高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个获利了解 我觉得是ok的操作 那另外一档的话是联发科 联发科的话 我觉得目前为止 就像我刚刚上半段讲到的 就是依然是有投资价值的联发科 所以我认为它拉回之后 依然可以期待它往上甚至挑战前高的机会 好 当然因为等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要请坤仁老师再帮我们谈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这些股票不好追 有没有什么隐藏版的成分股可以来讨论 包括每个礼拜来 我就想要跟他拗一下他的周报 当然先加坤仁老师的line好不好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广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台股怪谈的节目现场 我是古怪教授谢晨彦 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 陈坤仁分析师 他曾经出这个书 交易期货的第一本工具书 也是最近非常排行榜 还持续的在熊具榜单的一本书 我就会鼓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个 昆仁老师的趋势操盘期视 非常厉害 有机会我这节目再好好请教他 我们今天我想最关心的还是 上个礼拜昆仁老师有提到的 这个吃豆腐还是割韭菜这个题目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 当然上个礼拜 因为是礼拜一嘛 所以我们刚好有一周的时间 好好的来检视 确实 昆仁老师上个礼拜提醒大家 说不要追高 对不对 这样现在看起来真的 或许这个礼拜有一些逢低承接的机会吗 对好 刚刚这个就是教授这么扑莫 我也要扑莫一下 因为上次他来我们那个 就是整个大厅满满满的都是人 因为当时我是那个券商的主管 然后是说 原来这么夯的这位财经专家 结果我就想说 哇谢坤老师帮我找那么多的朋友来捧场 结果一个都不是他朋友 真的都不是啊 真的都是主公报名来的 对 讚 真的好 那我觉得讲到重点就是 两位财经专家都在这边 那我们继续帮大家聊财经的专业 没问题 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有图有真相 就是说应该是说有数据会说话 其实现在录影就是这样 真的真的 你会被骂胡乱说你之前讲什么 你一定要被验证的 像上个礼拜 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的节目 我们那时候我开中民意的跟你讲说 到底是吃豆腐还是割韭菜 对 因为全市场都在讲吃豆腐的时候 我反而怕 我真的很怕 对 那因为很多人不懂投信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对 然后呢 甚至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 你看这档个股的话是长榮 那上半阶段的话 我们也讲了一下长榮的一些看法 对 然后如果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 从现在开始 那因为这些相关的ETF的成分股 尤其是940的系列的这些 那它是第一档 就是最大的成分股 我认为在这个礼拜 它的低阶的买盘依然是有的 因为如果我们去做一个统计的话 会发现说其实1752亿嘛 然后乘以0.9 因为ETF的最低配置就是要9成 那可是他如果以最近这几天的买盘来说的话 并没有买到很多 所以上个礼拜没有买多 或者是说上个礼拜看到投信一买 然后外资就对敲 去把它压抑下来的话 我认为是为了这个礼拜 他们要去做完整的布局 或者说他必须要依照法规 把这些股票都把它买满的时候的话 真正的买盘应该会是在这个礼拜 而且搞不好 它的目的就是 当你散户都失去了这个耐性 有可能有感觉 他现在薪资就开始飘去别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好像那当然可能上个礼拜有伤到了 不敢不敢 结果这个礼拜的话反而买给你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的是 在吃豆腐的策略的话 并不是吃豆腐这三个字 而是你要选小不选大 然后你要逢低吃豆腐 然后你还要盯基金规模 然后你还要提防人采人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过的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 这些相关的成分股你知道的都已经在盘面上面了 而且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还特别不跟大家说明说 其实也是隐藏版 对啊 因为我告诉你 我知道这些头型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可以用一些 就是比方说像是940 它公布出来的 它的选股的逻辑 我去找到 市场上面还没给你的 这个漂亮 对啊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的周报 如果来拿到的话 你一定看得到 像地宝上礼拜也标了20%才下来的 然后像这档个股的话 那时候我也没有遮到 你看613觉得压箱 怎么会没遮呢 对啊 我就让你知道说 其实我们每个礼拜的周报 就是这么多的丰富的资讯 所以上个礼拜的这份的周报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隐藏版的成分股 那这个礼拜的话 重点就又来了 那我告诉你 这个礼拜的话 我不只给你隐藏版 我给你完整版 完整版 对啊 哇塞 就是要把那个马赛克解锁就对了 是啊 没错 因为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我们上礼拜看到这些相关的个股的话 就是没有人知道的 对 那现在应该陆陆续续都知道了 而且甚至像是亚翔 他不只是940的成分股 他还是接下来就是4月22号那个赵峰 要募集那一档 野村 他要募集那一档944 对 他也是944的成分股啊 反正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 我认为这些相关的ETF 他们都会你有我的 我有你的 大家都有 那甚至你看944的第一档成分股的话 也是群光 那所以变成是说 市场上面在对这些个股有比较密切的追踪 或执行进去的时候的话 你还是可以 趁着这些投信的热度 而非是追高的方式做 而是低接的方式做 所以你看我们上礼拜在给大家的时候的话 那时候投信根本还没买 我敢大胆的告诉你 这个就是成分股 就是隐藏版 结果你发现说礼拜五的时候真的去买了 因为他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他们就是必须要用他的追踪的方式 追踪指数的方式 去找到那个成分股的方式去买 买好买满 怎么样都得买啊 当然有一些外资会去做对敲 可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我认为这些相关的个股 依然还是有利可图 那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做一个额外的提醒 就是像刚刚教授也问我说 像是长榮 联电 或像是联发科他们的看法 那我们上半阶段的话 也有跟大家说到的 其实基本面的部分 我比较偏好看好在发科的身上 那长榮跟联电的话 我会比较偏向于保守一点点看待 因为这些都是市场上面最热的股票 可是它的基本面如何 或者是说如果你去除一下 它的最新的殖利率的话 你会发现有点恐怖 我觉得有点恐怖 因为其实是这样啦 就是说他当时选他是看他过去 那现在因为他现在一定要买 可是下一次换股的时候 如果像刚才坤老师讲有点恐怖 当然他个性比较保守 所以他会讲有点恐怖 其实是应该是非常恐怖 其实没有那么恐怖 但是应该是说换股到时候他会被换掉 对一方面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第一个 如果他基本面好会被蓄留 第二个是说 那即便不光台股又不是只有ETF 你有主动式基金 你有外资啊 你要有内资啊 主力啊 那当然他们就会比较偏好 基本面好的 对不对 好所以如果回来回到 我们所谓的基本面的部分 或者就所谓的殖利率的部分 角度来去做切入的话 我认为从现在开始 因为真的有太多太多了 像今年我们最新的939 940 944后面还有好几档 对 我看到排队的申请的一堆 有核准 然后还没有开始募集的 对 有准备要申请看是不是金款会能够核准的 对 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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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四五档 对 所以我刚刚我刚刚原本在讲野村在讲到赵峰的时候 其实赵峰也要发 对 对啊 赵峰好像核准 对 但是他自己就媒体的 那个还没有大力道的 没错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 变成是说我们要领先这些基金们的想法 或者说我愿意用一个逢低的方式来去做一个操作 那我认为为什么要特别把这张把它抓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高股息的ETF的热门股 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他们被前面的学长买的贵贵贵高高的 那之后的话你可能比较 难以期待说还有那个8% 10%的殖利率 所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说从现在开始 请你观察这些高股息ETF的时候 请你用平衡式的方式来看它 因为过去我觉得高股息大概就是6% 平均5% 6% 就算是不错的一个高股息的状况了 那过去那种 那种什么什么8% 10%的那个 我认为不会再回来 8期啦 当然因为刚才这个坤老师 他的周报里面我们再看一下 上个礼拜你看那几档就很强 所以这个礼拜 其实坤老师直接完全的要 把这个完整版 这个跟大家这个公告 赶快加老师LINE好不好 小老鼠 DAR-E-N888 那记得留言888 那不然那个坤老师你没有留言 你只加入你没有留言 他不知道要把资料给你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说就这一次的资料当中 坤老师再帮我们补充一些些好不好 好没问题那我刚刚就是感谢教授的补充 因为我用的那个888的留言的方式 我是用自动所取制的 所以你知道加进来之后 你知道输入之后就自动回应 他就一定拿得到 因为每个礼拜给我们拿 这个周报的人数非常非常踊跃 所以我不可能一个一个人工去发 所以我一定是用关键字的方式 自动发给你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 这份周报外面诈骗都拿去卖 天哪 那个是什么 我听到一个说一期卖25万的 真的 不用去跟他买 来我这边可以免贝拿 好吗 没错 好 那所以如果回归到 这个周报的话 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礼拜 我们一样帮大家观察到一些 像美股啦 像台股啦 甚至像是选股方向啦 像我刚刚说到的 像是940的完整版的成分股 那当然这是我们去选出来的 到时候公告以 原大投信公告为准 对啦 但是你如果真的压中 哇那不得了 是啊没错啊 隐藏版的上礼拜就这样子 标个两根三根掌凝板 够了啦 对啊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可能现在 现在陆陆续续才要去面对到的是 944 那目前的话 他公布出来的10厂的成分股 也都给大家 那我觉得如果以现在 目前的行情来说的话 就是请你好好 就是用吃豆腐的方式 用逢低吃豆腐的方式 对 不要追高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行情 依然大有可为 当然因为台股现在这个位阶 坦白讲你资金量够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未来行情怎么样 那记得我们这个 昆仁老师 忍者无敌 他真的是 很佛心 就给我们这么完整的资料 加昆仁老师的LINE DAREN888 那记得 你一定要输入私讯 就在私讯的地方 输入888数字 对没错 你不要打国字 对 或是打那个按喇叭的8 就数字三个8 12345678的8 输入三次 好不好 坤文老师特别整理这份 那上个礼拜 那里面的股票也很强悍 谢谢 所以我希望这一份资料也帮助大家 在股票市场无往不利 好 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非常精彩 邀请到坤文老师来现场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随时能够帮大家掌握台股的脉斗 让各位眼光放远一点好不好 站在法院的肩膀上看台股 我想整体的操作会更上一层楼 那今天我们的台股怪谈节目就到这边 我是古怪教授谢晨諺 也谢谢我们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